就是说我们写好的城市有一个地方可能还可以让它更好 就是说这个城市有点太冗长了 跑到最右边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有同学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就是enter一下 比如从这边我希望把它换行一下 换行一下 但是你特别知道你不能随便换行 为什么因为VBA的规则就是你一定要接着 你如果没有接着的话 它就视为分开了两行 除非怎么样呢 有个规则 就是请你在end 有没有我们串接end的前后 end的前后 找到空白处 我的习惯是end的后面空白 再加一个关键的地方底线 underline 底线 shipper加上0的右边那个按键 底线 再换行enter 这样移开的话 它就会把上一行跟下一行视为同一行 OK 特别注意 关键就是它这个底线 而且底线的位置一定是在空白的后面 特别注意 我的习惯是一定是在end的空白的后面加个底线 再end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这边也换行的话 记得加一个end end的后面的空白的这个地方右边加个底线 再enter那就OK了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三行都可以 它就会帮你把上面的就接在后面去 应该知道逻辑吧 知道规则吧 只是说那个慢慢要熟悉 刚开始记一下end的空白的右边这个加个底线就OK enter才可以 不能随便enter 好 那我把它再一起两行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做完这个输出的话 这个最后是公式 这个的话呢 就是最后的结果 那它的逻辑基本上就是把那个后面的东西处理完 所以串09 然后呢 它的逻辑就是先给一个09 然后再串什么 把这个东西再丢就丢过来这边 那跟09串在一起 那再串一个减的符号 再串那个084 007 那全部串完之后的话呢 再一次丢到前面去 那前面的话指的就是这个储存格 OK 它规则它还是这样 所以你慢慢习惯 它的处理流程 这个规则我讲过 这也不是我定的 反正你就要知道 它是这样的进行你的那个流程 OK 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再来就是这个完了 再来就是 制定函数 特别之后制定函数 目前就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把它删掉了 那刚刚为什么有 因为有加上那个方讯 所以我如果今天假如说呢 我不要按按钮 我要的是制定函数 所以前面好像我们做问卷说 大部分同学好像排最多 就是想要把制定函数写出来 所以我把那个制定函数写出来的 那个流程说明一下 1 特别是目前是没有了 那怎么把它变出来 1 切到Video Basic 2的话呢 一样在这边插入程序 程序 第一个名称给 也许叫什么 手机啦 反正我刚刚好像给个名称叫手机 这个名称也是自己取的 所以它叫做手机函数 第二个很重要 插入程序里面呢 跟刚刚不一样的地方是 形态 请务必改成 Function 不能用Sub 用Sub是按钮 Function才是制定函数 所以会定义一个叫手机的Function 那有效范围不要改 Public 你不要改Private 因为改Private的也会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Private是私用的 就是你自己这个专案可以用 那外部的话它要抓 它就抓不到 所以特别注意 Public固定不要改 所以基本上比较重要 应该这里下不改的话 应该这个 跟这个名称 好 按个确定之后呢 就OK了 那 差别就是Sub跟Function 所以不要弄错 因为之前的同学就是用Sub 然后按下去 奇怪怎么老师都没有 一看 你就Sub嘛 Sub怎么会有呢 一定要Function OK 可不可以自己打 可以 下面你也可以不用插入程序 再来的话 我刚刚讲过 Sub 有点像是 直接就 直接就抓资料 那Function的话呢 最大不一样 就是说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跟你互动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把这边关 那互动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 它会从刮户里面 跟你要资料 那一定会要三个资料 对不对 你请你给我什么呢 电信业者 门号的区码 门号的目码 所以会有三个资料 那所以这个三个资料 Ctrl 私底下 请你把这三个栏的名称复制 贴到刮户里面 并且中间加逗点 然后呢 后面不要有任何的那个 就是空白那些东西 逗点一下 就是它会跳出来第一格子 就是电信业者 第二格子就是门号的区码 所以它会跟你互动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已经有了之后的话呢 按个Tab 做完之后 它会把结果丢给谁 丢给手机 自己本身 所以请你 再来就是把手机 自己本身的名称 放在前面 等于什么呢 就是它处理完之后 会丢给这个方言本身 那这个方言本身就 你游标放哪里 它又会把资料丢到那边去 所以特别注意 后面的话就是 我要组什么东西给它呢 09 其实跟上面有点类似 end 什么呢 对定信业 所以哦 它会让它 让那个使用者选一个东西 那选一个东西之后的话 会把资料放在这个引述里面 会放在里面 所以存在哪里 存在这里 那也就存在这里 那我可以什么 把这个名称 把它串到这个end的后面 跟刚刚有点不一样 刚刚是自己去抓 这个是你给我 我帮你把它串接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有点互动 然后后面的话end 然后一个减的 而且有点跟刚刚差不多 空一个end end什么呢 一样是vba.format 我要格式 那格式刚刚是居然 不过现在的话不是 现在什么 刮壶 就把什么门号区码 这边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format的后面 所以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然后呢 逗点 后面的话一样000 后刮壶一下 OK 那目前的话 我们只完成到门号区码 末码还没码 所以其实怎么样 跟刚刚逻辑一样 复制贴到后面去 复制贴 好 那我喜欢按control键 后面的话呢 就不是区码 这边改一个叫末 有没有末码 OK 那名称不要打错 打错他也说不到 OK 好 完成了 这样就制定函数了 制定函数就是这意思 只是说 可能你要也是要记规则 第一个 插入程序要用function 第二个的话 后面要跟使用者要资料 要完资料 帮他串接之后 丢给谁 丢给自己本身 所以这个名称跟这个名称 要一模一样 那你游标如果放在这里 他就会把这个东西 丢到这边来 OK 大概这样的逻辑 我demo一下结果给各位看 特别注意 做完之后 切记 因为蛮多同学 就直接习惯这样 执席 他就跳出来 怎么不动 特别注意 他是function 这个是给sub用的 方选怎么执行 切记 因为他是function 所以是插入function 这个叫function 有没有 那再来就是从哪边找的 使用者定义 如果你有一个function 而且是在模组里面 他抓到了 OK 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就是要注意的规则 然后呢 如果你都没有做错 那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事情 一个萝卜一个坑 OK 如果你没有做错 他就帮你把它串接好的结果 放在这里了 那我刚讲 就丢给function 方选因为游标放在这里 所以他会把这个东西又再丢到这边来 就完成好像一个cycle 就是绕一圈最后丢到出生格 就完成了 OK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不过向下填满可能要自己来 因为没有回圈 所以这个要自动做 是要自己做 不是自动做 OK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重点提示一下 应该可以理解吧 如果你刚刚的东西打对的话 其实蛮多地方是差不多的 插入程序 方选 再把那个三个栏位放在这边 逗点 隔开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串接完的东西 丢到这个一样的名称 那结果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特别之后 方选不是按执行 一定是插入函数 因为它是一个function 它不是sub 所以不是用上面执行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 试试看 那细节 我程式打完的东西 云端上都有一份 所以如果你实在是 这个有个细节 假如记不太起来的话 那可以到云端上面 找到那个参考的答案 这些东西 切记就是做熟就对 因为其实程式并不多 加起来恐怕就一行程式而已 但是重点就是要熟悉那个规则 不是叫你十倍 一定要知道怎么去把什么东西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去 试试看 那这个置顶函数做完之后 后面还有那个范围 范围其实本来没有了 不过是因为同学问的问题 问说 我工作里面常常都很多懒 你这样如果一个一个慢慢点太慢的 一个快一点的方法 刷一下给一个范围就好了 那要怎么做 这个部分待会我们再来看